大家好 昨天吧 又有粉丝给我爆料啊 标题就俩字 软了 软了啊 这个北京话里边有一个词比软了还要软 就是从软这个字这个这个发展来的就是软了 北京话叫软了 这个软好像没有汉字啊 就好多方言里边有些字啊 没有这个字 就是你能说出来 你写不出来啊 啊 这粉丝给我发来就软了啊 我给发挥一下就软了啊 软了 说的是这个事啊 这个事 说老家在澳大利亚啊 在澳洲三位客人在上海动物园安家 尾巴啊 尾巴 一般我们念尾啊 尾巴啊 怎么了 孩子 尾巴和身体一样长 年终岁末啊 这个三位老家在澳大利亚的客人在上海动物园安了家 这个是 引进了三只啊 十月份引进的 刚刚亮相 可能还有简易啊 适应啊 三只圆盾大袋鼠 是一瓷二雄 一个母的 俩公的啊 是吧 人家说嘛 呃 叫什么 一山不能容二虎啊 除非一公和一母 哎 这回是一瓷二雄啊 以完成简易 正式入住了 圆盾大袋鼠 又名帕尔玛沙袋鼠 原产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森林地带啊 虽然名字里有个大字 但圆盾大袋鼠其实一点都不魁梧 反而是以娇小可爱的外貌 迷倒了众人啊 这又跟澳洲搞亲善呢 一开始哈 拿这什么红酒来制裁人家 一看人家不服 人家说了病毒要追缘 要溯源 急了 慌了 恼羞成怒了 翻车了 翻脸了 是吧 北京话叫马 然后第二个字母 马 是吧 跟人家马了 跟人家翻车了 结果呢 又拿这个煤炭来制裁人家 反而让中国 是吧 消费者也好 电厂也好 出了更多的血 但是听说有一些有关系的 什么太子党之类的 又搞这个转口贸易啊 这个低内损失低外补 哎 全体国民啊 这个出的出血 有个别人又发财了啊 还让好几个省 十几个省吧 最后连民用店都停了 医院手术室都没店了 居民楼取暖的店都给停了 最后不得不那个又同意店厂啊 有人说是一次这个供电领域的经济政变啊 是吧 本来说不让他们涨价 但是人家就要涨 对吧 你总理说了也不算 你这个一尊说了也不算 哎 没辙了 是吧 这种优质的店 优质的煤啊 是澳洲产的 中国没那么多优质的煤 没办法 现在给河北 尤其是山西 陕西内蒙下命令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你给我出三千万吨煤 能不能实现啊 会不会有出矿难啊 没人管 是吧 前两天我听有一个人聊天 他是东北口音 他说他那个煤矿叫孙家挖子 孙家挖子煤矿 我查了查 我还真查了 没找到孙家挖子煤矿 他说他经历的矿难 死两百人以上的就有三次 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但是我没查到孙家挖子煤矿 一个东北口音的人啊 他说的不是现在啊 他说的是很多年以来三次矿难 死两百人以上的 现在中国呀 这个又现在又玩这个叫代鼠外交了 哎 代鼠外交 中国搞过什么乒乓外交 装则洞 后来用完了人家了啊 说人家跟江青走得近 还是搞这团团伙伙啊 拉帮结派啊 江青一垮 也给那庄泽洞给收拾的够呛 什么想结个婚都不行 娶一个日本人左左目敦子 不行 非得让人家左左目敦子 放弃日本国籍 加入中国国籍 还得到邓小平那批准 这不是还是人治社会 权大于法吗 对不对 你有法律吗 如果有法律 谁想跟谁结婚 这不很正常吗 这前两年庄泽洞也死了啊 庄泽洞有两个好朋友 我都认识 一个是唐诗增 一个是那个 一个韩先生啊 这个中心社的 中国新闻社的啊 是中国最大的大外宣 原来属于国务院侨办 现在归统战部了啊 当然他也退休了 他父亲当过共产党打下太原之后的第一任或者第二任 这个市委书记兼市长 后来是这个纺织部的副部长吧 纺织部顾问之类的啊 他父亲也去世了 他父亲生前这个接受海外媒体采访 说党内派系斗争 比如说山西就是薄一波的地盘 山西谁想当书记的薄一波说了算 说河北是彭真的地盘 彭真说了算啊 这说了好多 但是他跟那个可能是香港的记者啊 有一个约定 说这些采访内容啊 反正我岁数也不小了 七老八十了 等我死后再发表 后来过了五年好像他死了 才发表的啊 中国有这个乒乓外交 还有熊猫外交啊 中国送给美国 好像还送给过墨西哥吧 还有那个这个英国 法国德国日本 好像很多国家都送给过 还有还有加拿大啊 但是最近好像马来西亚 那个大熊猫给退货了 说这哥们儿忒能吃了 忒能吃了啊 这个吃好多竹子 那个竹子还就吃四川的 得从四川空运 说把这个我们这个有预算啊 把其他动物该吃的那个钱 那个预算都给挤占了 后来人家退货了 不要了 而且这熊猫 说是免费的 还要交租赁费 每年还得给中国一大笔钱呢 人家不要了啊 对了 好像前几年跟台湾关系好的时候 还送给台湾两只大熊猫吧 叫什么圆圆团团圆圆 是吧啊 要海峡两岸要团圆 是吧 熊猫过去了 如果你们不听话 军队就去了 解放军就要去了 是吧 大熊猫在中国大陆叫国宝 国宝可是老抓人 太可怕了 是吧 国宝抓人呢 叫喝茶 先给你喝茶 你要不听 就上门查水表 那警察抓人 是吧 怕你不开门啊 帮帮帮一敲门 谁呀 物业的 查水表 一开门抓了 是吧 在古代 古代还有和亲外交 派一个大姑娘去跟人睡觉去 是吧 匈奴 和亲 后来分南匈奴 北匈奴 北匈奴 应该是到了欧洲 就是那个阿提拉 阿提拉大帝啊 也叫匈人 南匈奴 呼含邪谗鱼 就派王昭军去和亲 然后唐朝的时候呢 吐蕃经常进犯 有一段时间打不过人家 吐蕃都攻到长安了 就是藏族 后来又派那个文成公主 是吧 这个松赞干部又和亲 好像那会儿这个谁 有一个交界处 好像送到那儿啊 唐朝的势力范围就到头了 就是那个青海的叫日月山啊 那个日月山我还去过 在青海湖边上啊 这个和亲的例子好多 汉朝还曾经派两个公主 一个叫解忧 解除忧愁 一个叫细菌啊 不是这病毒啊 什么COVID-19那个细菌 是叫什么呢 叫粗细的细 君子的君 细菌公主 这俩好像都是从今天的江苏的这个徐州啊 那个诸侯王也是他们老刘家的给派到了哪儿啊 派到了今天新疆的伊宁伊里哈萨克自治州乌孙 乌孙的王 他们那个王叫昆末 好像叫昆末啊 这个派到那儿去 也是想打击匈奴啊 和亲的例子很多呀 是吧 前些年那个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统阿卡耶夫 阿卡耶乌 就他的儿子就娶了哈萨克斯坦的总统 也是个独裁者 纳扎尔巴耶夫 纳扎尔巴耶夫的女儿 所以这种和亲现在还有啊 总之啊 中国软了 软了啊 用弄人家澳大利亚的袋鼠啊 搞亲善 是吧 中国的还有那个所谓的国鸟 朱环也送给过日本 这都是亲善